假如说可能几个点 延伸性的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这部分已经保护了 如果说我今天还希望 跟VBA结合 不过如果你跟VBA结合 当然因为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到底VBA要怎么写比较简单 这边的话 当然因为公式很冗长 而且3V不太好用 所以假设我们用第一种方法 如果我只是纯粹 动态的把公式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它显示就可以 OK那怎么样做 前面讲过 我们可以for I等于第2列到最下面一列 那我把这个公式直接丢往下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呢 会有一些范围会改变 哪个地方 你点这边跟点这边 你会发现 在这边的话呢 会有一个 2会变3 有没有 所以实际上呢 假如说你只是希望把公式 丢到储存格里面 让它可以walk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把 这个地方 改成什么 改成I 但是这个I不能直接放进来 你必须怎么样 我前面好像讲的蛮多 就切开来 然后把 那个变数放中间 这样就可以 把我们要的效果给做出来 那这个要怎么做 第一个 一样 我们要先切到那个visual basic 其实 如果你将来已经写好部分的 Excel的公式 那你要跟VBA连结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刚刚讲的部分 那做法的话 当然第1个把开发人 打开来 第2个的话呢 那一样好我们在这边找到 还是教师严习这个 这个专案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那这个模组里面的话呢 就把我们需要的程式打上去 插入一个程序 那这个程序名称的话 因为好这个我看一下 我这边跟这边一样 叫研习实数 研习 总时数好了 一个是研习总数清楚好了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输入上按确定 那会有个sup 字太小的话呢 记得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里面呢 把它稍微改一下 改12号字好了 里面的话呢 当然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要把公式丢到 储存格里面 最简单的方法 1先把那个什么回圈写上去 For i 等于我们的第2列 到最下面列 那最下面列怎么追踪呢 我们可以用range 用range去追踪什么 向下 哪一个 应该从这边追踪好了 A2 然后A2储存格 点 1 and 前刮弧 哪个方向向下 然后 去抓到他 所在的列 告诉我 那这样我就可以知道说 从第2 到 那个 最下面 所以你就不用管了 反正 最下面应该好 21列吧 他把21列的结果 丢到这边这边就变21了 但如果还有23 21一直往下 他就自动去 去变更 那再来要做什么呢 我要把公式丢进来 公式怎么丢进来 Sales 特别是 后面的东西丢到前面去 所以你要告诉他说 我要放在 那个储存格 哪一列呢 第1列 因为他一直往下 逗点哪一栏呢 我要帮我丢到 C栏里面 所以这边的话就打个C 等于 空的 记得 这个是清楚 但是我们 先打一个空的 再把公式 贴过来就OK了 OK 所以 理论上我会先写完这样 把这个复制一下 这边 改成叫清除好了 因为其实清除 就是这样写的 清除就是里面把它放空的 所以你这边按下清除 他这边都会清掉 不过 在清除 按下去之前 可能要先公式要复制 按清除之后 里面没有公式 我就没办法复制 那你就把这个公式 去复制取消一下 取消才能切到那个 VBA这边 那我就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贴到 双引号里面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执行他了 但是你会发现全部都零 为什么因为 全部都是 都是 2 有没有 你会发现公式里面 都一定是B2 B2 这个地方B2 B2 那我只要怎么样呢 把这个2的部分怎么样 改成i就可以 这好像前面都讲过 这个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说 你要最简单的实践 你Excel的 函数 变成VBA里面 的一个 执行的话 那你就用这种方式 记得 还记得怎么做 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ANDAND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可以了 然后呢 AND前后 再加空白 好像快要变一个口诀了 有没有 你多做几遍 反正就 就背起来就好了 如果你才不能理解 先把它背起来 然后再把它怎么样 Ctrl C 把这边的话呢 把它怎么样 Ctrl V 因为 一样是 那边要改2 有没有 好 做好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直接怎么样 再去执行他 有没有全部OK了 然后这个清除的话就把它执行 就清掉了 OK 执行 最后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再到你的开发人员 做按钮 应该还记得 前面我们做过N遍了 所以我建议你平常没事 上班只要有时间你就是多练习这些 练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东西 也没有想象中复杂 而且好像我们用来用去 其实大 大致上都大概这些方法 我把按钮 再把它怎么样 再复制一个 然后贴一下 把这个也改成什么 重新指定成清除 这样的话 OK 然后就完工了 不过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盲点 什么盲点呢 因为我现在 还没有加上 教育 的保护工作表 如果我把保护工作表加上去的话 会怎么样呢 你会发现 现在呢 没办法变动 没办法变动 如果我要修改 他说不行 那我们不能变动 不太懂 但是他里面有一些讯息是告诉你为什么错 OK 他说执行阶段错误了 他告诉你说这边可能需要密码 所以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 如果你已经保护了 但是你又要在 什么 VBA里面去 修改里面内容 那我们该怎么做 比较 比较简单 其实特别注意 只要再加两行就可以 哪两行 第一行 就是 在你要变动的时候 有没有 先把密码 告诉他 密码的话呢 就是在执行的时候 告诉他 然后有没有 应该 懂的意思吧 就 有点像我们 变更之前 不是要先取消密 取消那个密码保护吗 然后但是做完之后 回圈跑完之后 再把密码加回去 有没有 就等于是开跟关 所以要加两行 那两行其实非常的重要 而且 这两行说真的 坊间的书籍还真的找不到答案 非常简单 但是坊间书籍找不到 于是呢 我就教各位 而且你会帮你Google一下 那个VBA怎么去 就是修改那个密码保护的部分 Google结果好像我排在第一个 因为我有写一篇部落格文 就专门分享 因为真的太简单 可是 没有人分享 OK 那我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话 这前面应该没问题吧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就是告诉他说 请你帮我把这个工作表 的保护 取消掉 那所以你需要 第1个物件概念 目前的工作表 他特别说这边可能你要稍微记一个 这个工作表的物件名称怎么叙述 他叫 Active Active应该顾名师知道吧 目前正在使用中的 工作表就 工作表 因为只会有一个 所以不会加S ActiveShoot OK 点 就是取消 这个物件呢 后面加一个 取消保护的方法 那个方法名称 你也不用特别 背 英文叫什么 取消保护 不是他没有那么复杂的单字 他只有叫Protector 跟unprotector 所以 单字不用那么复杂 你只要记得 Protector就是 保护 那取消保护就加un Protector 就是 Protector 应该会背这个单字吧 这单字应该不是非常复杂的单字 但是你要告诉他说 等于 密码告诉他 因为我们有设密码 密码只有你知道 所以你写程式的时候就这样 OK 好这样的话 意思就是说 当我要变更之前 我先把那个密码给 取消掉 OK 那再来当然你做完之后 记得要 再把他的密码 加回去 所以只要把un delete掉 放开就可以 特别之后你会发现我打 打那个 Active sheet的时候都打小写 unprotector是小写 但是你会发现你一开之后 手字会变大写 我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讲过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如果你发现打完字之后呢 他没有变大写 那表示怎么样 你程式打错了啦 就这样而已啦 OK 所以这个 实在非常重要 因为我发现同学 没有这种概念的话 程式一直都打错 然后就会没有 成就感 奇怪了为什么 其实都很简单 因为你自拼错了 我每次一看 你自拼错了 请你检查一下 所以你就打小写 移开 变大写 那就对了 OK 然后呢 把它改成 Potator OK 这样就可以了 那一样啦 清除也是一样 如果你要做任何事情 请你在负回圈之前 先把它怎么样 取消掉 然后呢 再到这边的话呢 把它 再把它 密码加上去 应该懂的意思 因为这一行错了 是为什么 因为 它保护状态 你要丢东西 抱歉 所以 请特别注意 VPA 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你跑到这一行 卡住 对不对 它有一个倒车功能 意思就是说 你不是我改了 改完了 城市可以让它倒回去 因为我们刚刚就卡在这个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城市拉回 这个功能非常的棒 因为 其他城市没有 还可以倒车的功能 那VPA里面 它城市传也可以倒车 这一招也是书里面没讲的 我还没看到有一本书教你 还可以利用这个倒车功能 那你就是 先移回去之后 按一下 F8 F8意思是组行 其实你真错里面会有什么 F8就一行 所以我们可以先试试看 这一行会不会过 如果会过的话 那恭喜你 它会怎么样呢 请你观察一下 如果这一行过的话 这边应该就会取消 然后会把什么呢 刚刚的保护状态 把它恢复 F8 密码 那所以 这边等一下取消一下 那应该是这个地方 我 不是这样的写法 因为它 常常 跟那个 现在最近又跟那个 Python 写反正写太多程式 所以常会记错 有时候 它的叙述是用 等于 有的是用刮糊 OK 所以我记得应该是这样 OK 所以 这个地方可能 稍微改一下 因为 常常 好 那再来 应该是这样写 更正一下 你试一下 F8 对 没错 OK 所以写法 常常 写太多种 所以这边的话 不是等号 是刮糊 也就传递一个什么 引述给unprotected 它就取消掉 那怎么知道有没有取消掉 我按F8 之后的话 它会跳下一行 并且确定 帮我把什么 密码给 这个公式给显示 表示它已经 取消保护 所以再来的话 当然我就确定了 我就直接按执行就可以 所以你会发现 这时候 执行完之后 它又会把它protected 所以你会发现 执行完之后 确定 它里面又保护了 所以清除的话 它一样 它会 闪一下 为什么因为它先取消保护 再把里面资料清空 再把它保护 所以你会发现里面 现在又不能变更的 你不能自己打 OK它又把保护给加上去了 OK有没有 就这样子 那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 第一个是 没有保护 所以也许你先不要加保护 第二个再把保护加上去 加两行 那两行还蛮重要的 就是加 动态的取消保护 动态的加上保护 其实我还蛮建议 就是以后 你们的资料 尽量还是 加这两个 为什么 因为真的很多问题都发生在 因为你的资料是 Open的 所以很多人就会篡改 改了之后呢 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所以尽量封闭 就不会造成你的麻烦 OK 那再来最后可能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 假如说呢 会不会有高手 他按下去 他发现说 这边你有动态 所以他会不会切到开发人员 他也学过MBA OK 然后呢 打开之后发现 哦 原来你的密码是1234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 是也有可能啦 OK 为什么 因为他有学过 像我就知道 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样 所以呢 再来你可能需要 学会一件事情 怎么样呢 把你的VBA 保护起来 也就是 好你给你啦 没关系 他打开之后 他这边会保护 看不到 你的VBA层次 这一点也蛮重要 因为以后你写很多 这是你的智慧财产 所以你的智慧财产 记得要保护起来 你不要看这没什么 其实智慧财产最赚了 全世界首富就比尔盖茨 他就靠Windows Office 你看他就成为世界首 譬如说 那个 另外那个 杨瓦逊的那个 有没有 他 好像跟他在伯仲之间 不过两个也都是靠 智慧财产赚钱 所以 这些东西你可以把它保护起来 那怎么保护最简单 最后我讲一下 非常的简单 在这里按右键 右键之后的话 特别重要你要针对你现在这个档案 按右键 他有个VBA的project属性 属性里面的话有个保护 打勾 输入密码 好 这样子就保护了 那什么时候会生效 如果说我今天 我先把它存档 放在一个 把它先储存 储存档案 那 储存档案之后的话 如果我现在把它重新开启 比如说我这个范例档案 把它重新开启之后 那当然这边要启用内容 开发人员 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刚刚是直接看到程式码对 现在会不会看到程式码呢 他不给你看 他会有加号对 那你就想说 加号我知道把它打开 等一下 密码就跳出来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密码的人 密码不正确 很抱歉 所以你给人家 档案的时候 记得 就是把你的VBA保护起来 不然的话 人家 就很快就知道你程式怎么写的 虽然其实里面你刚开始也没些什么 不过你要有智慧才能保护的概念 OK就这两段 程式真的没有几行 而且上面跟下面好像只有差别在 这个地方 公式贴过来改一个这个而已 但是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建议没几行但是很好用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第1个 请各位就是VBA 动态的把 已经产生的公式 丢到 储存格里面 然后另外再有个清除 所以会有一个沿袭总时数 跟沿袭总时数清除 那刚刚那个程式码 如果你实在是有问题 会打不出来的话 那我建议你可以从那个云端白板里面 也会看到刚刚的我打的程式全部的东西 所以 当然也不用死倍了 我是建议这东西打熟了之后 应该 就 很快的可以派上用场 像那个 工作表的保护 跟工作表取消保护 你可以用VBA来操作 其实还蛮好用的 真的很多时候 问题都是发生在你都没有保护 没有保护就完蛋了 OK 所以设定保护 但是如果你设定保护 你要怎么动态的取消 跟动态的再加上去 最后当然我有讲的就是 因为你有VBA 你也把密码写在VBA里面 所以你可能还要需要做一件事就是 专案上面按右键 有个VBA的属性 然后把它 打勾加密码 储存 记得要储存之后 打开 它就生效了 你不能说你没有 没有关掉 没有重开 那当然它就不会生效 OK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然后这部